大家平安 我是陳思穎 我來自桃園聖母聖心堂 平常在教會裡面都是 做一些服侍的工作 像是私勤還有伏計 我覺得在馬草裡的小耶穌 比起在聖堂裡面被釘在十字架上 痛苦的耶穌 比起來祂比較人性 比較跟我比較親近 因為我覺得祂就像我一樣 就是是人類 然後是從母胎中出生的 那在認識這個小耶穌這個信仰之後 我覺得在我人生中最大的改變是 我跟家人之間 尤其是爺爺奶奶長輩的關係 因為我爺爺奶奶他們都不是教友 他們是傳統信仰的 那我覺得我在他們痛苦 在他們生病 然後非常痛苦的時候 我會常常為他們祈禱 然後會抽空去關心他們 然後我會希望他們可以從我的行動 然後從我的行為去發現到這個信仰的美好 然後也希望 我也期望他們可以有一天能夠接受這個信仰 我平常在教會內就是做一些服飾的工作 剛提到的私情啊 伏計啊 然後有時候會在台上當司儀就是市警員這樣子 那這改變我的個性 因為小時候我是一個比較安靜內向的女生 然後朋友也比較沒那麼多 那在有這些就是服飾的經驗之後 我慢慢變得比較主動 然後變得比較有自信這樣子 然後在去年還有今年我有參加那個 在波蘭的世青世界青年日 然後還有在印尼的亞洲青年日 那這些又更開闊了我對教會的事業 因為平常是只有看到在台灣地區裡面的天主教 的一個就是信仰的東西 然後我出國之後就看到了來自各個不同的國家 然後他們對信仰的態度 那這也讓我非常印象深刻 在回國之後我也常常把這些經驗 分享給教會內的青年 然後也會分享給我身邊的朋友 然後我主要是希望能夠讓那些 我身邊的非教友的朋友 可以更多的去認識我們的信仰 因為平常就是大家對於基督宗教 其實並沒有那麼了解這樣子 的確是記憶